看看新闻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 开心一下是关于大S的啊 终于生了啊 是一个女孩 4月24号的下午4点多呢 我们的驻台北记者詹伟奇也是第一时间就接到了这个消息 随后呢大S本人也发布了微博啊 向大家来公布这个喜讯啊 这个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去恭喜一下她 生了小女孩很平安 无限感恩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得到大S的喜悦之情 在她宣布喜讯之后 台湾地区的媒体记者也是闻风而动 第一时间来到之前小S生产的医院门外进行蹲守 大S徐西医院今天下午在台北产下一名女婴 地点就跟小S徐西弟一样 在台北万华的西医院医院 不过随后经由秘密通道来到了对面的高档坐月子中心 进行产后调理 不仅是前往医院的记者没有什么收获 想通过电话联系大S家人的媒体也都碰了笔 无论是大S的家人还是经纪人 电话通通都是无法接通 各位媒体记者大哥大姐们 大S已经于4月24日下午3点半 平安产下一个小女娃母子平安 是个漂亮的长腿妹 家人全陪伴在她身边 等候这个小天使的降临 小女娃体重3000多公克 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好啦 大家都能够理解这种幸福的时刻 还是留给大S和她的家人们好好享受吧 说起大S的这条囚子之路啊 大家都知道真心是不容易 从2010年她和汪小飞结婚之后呢 外界就非常关注她肚子的动静 相比小S六年生三胎的节奏 姐姐大S这边却迟迟没有好消息传出 而越是没消息媒体越是关注 媒体越关注 这小两口的压力也就越大 在婚后的第三年 大S终于传出了好消息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 大S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她本人就为了宝宝的健康 放弃了坚持多年的素食主义 而回顾大S的诊断怀孕期间 这位孕妇可以说是颇为神秘 除了在微博上发些照片之外 大S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 于是大家都只能从妹妹小S的口中 了解她的近况 不是双胞胎 可是应该是巨婴吧 她肚子非常的大 她的肚子是比我当时五个月的时候大很多 因为我当时的肚子是往前圆圆的 然后她的肚子是往前的走 三年囚子十月怀胎 如今大S和汪小菲 终于收获了她们的爱情结晶 眼下就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 大S呢也能够尽快恢复 早些带着宝宝和大家见面 新闻再见 综合报道